邓超和孙丽这对模范夫妻在娱乐圈中深受大家的喜爱和祝福 生活中邓超在家中卑微的地位也受尽了网友们的嘲笑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得出邓超对于这个家的爱护 以及这个家庭的幸福生活 邓超是中国中年一代中最具实力的演员之一 从曾经的颜值小生到如今的老戏骨 他的表演可塑性极强 自从参加了跑男后人气更是水涨船高 因为自己的好性格 所以和圈内的很多明星都是十分好的朋友 而他和孙丽也是娱乐圈中大家都羡慕的明星夫妇了 总是在微博上为大家撒狗粮 看到邓超和孙丽现在这么恩爱 很少有人会再提起邓超以前的女友了 其实邓超在遇到孙丽之前是有过一段感情的 他的前女友叫做郝磊 郝磊是天生的演员 上帝追着威时的那种 有颜值 有实力 还努力 对演戏事业充满热情 二十多岁时 他的演技 已到了巅峰 吊打了圈内流量明星的爆炸式演技 正如郝磊在接受采访时所说 所谓的爆炸性演技和爆发力 不是一个戏剧学院的大二学生应该做的吗 郝磊敢这么说 完全是因为他自己上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爆裂式演技 参与演出的影视作品 不管角色大小 都可以创作经典 郝磊的出道时间比较早 当时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还非常的恩爱 并且同居时间也长达三年 在和邓超认识之前 郝磊就已经在娱乐圈打出了名气 前途一片光明 而当时的邓超 还在娱乐圈默默打拼 急急无名 但是郝磊并没有嫌弃邓超 而是利用自己在娱乐圈中积累的人脉和资源 为邓超牵线搭桥 也可以算得上是邓超生命中的一个贵人 作为邓超的女友 帮助邓超肯定是不遗余力 正当郝磊迅速爆红时 邓超却因无法接受郝磊在颐和园中的初位表演 而跟郝磊分手 两人分手后 郝磊伤心欲绝 也曾透露当时还好有戏拍 转移注意力 不然自己真过不了那关 大方坦言那时的自己还曾想过轻生 相比其郝磊 邓超似乎因为是男人 所以很快就度过了这段时光 认识了孙丽 开始新的感情 后来结婚生子 赎金成了综艺圈里最受欢迎的大咖 而郝磊经历了两段感情 先是和演员李光潔在一起 但性格上的强势和心理上和自卑让他后来还是黯然退场 后来认识了一个圈外人刘燕 这次是结婚了 还生了双胞胎 只是这段婚姻也没有走到最后 夫妻两个还是分开了 虽然郝磊很少出来拍戏了 但是郝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还在的 当时也被邀请担任颁奖嘉宾 而且还是给影帝颁奖 但是巧合的就是 当天正好是邓超 郭涛 段一红 三个人因为主演电影烈日灼星 都获得了影帝 所以郝磊上台是给他们三个颁奖的 这是两人分手11年后首次同台 所有人都关注他们的情况 当时郝磊给段一红颁奖后给了他一个拥抱 然后直接越过了邓超直接给后面的郭涛颁奖了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不过我们都知道 从他们如今各自的感情和生活来看的话 或许他们当初分开也是正确的 毕竟如今两人都过得非常幸福 而且发展也非常不错 因此我们也没必要为他们感到太过可惜 毕竟他们各自过得幸福才重要